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搬家这一件事是八九不离十了 实在是没想到 福元爱与男友相爱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又发生了情变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除此之外 福元爱还将豪宅出租 用租金来还房贷 也就是说 他准备租房度日了 这套豪宅是福元爱和江洪杰离婚之前购买的 面积有250平米 购入价是三亿日元 大约是1539万人民币 这笔巨款对昔日的福元爱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对现在的福元爱来说 却是雪上加霜 口碑暴跌 收入骤减 他已经无法支付起豪宅 每个月的贷款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 福元爱的男友号称富二代 实际上吃和住都是由福元爱提供 本来就是自身男保 还要养一个软饭男 现在泥潭里的福元爱或许再也爬不起来了 2019年 福元爱和江洪杰婚变的时候 全网都是支持福元爱的声音 短短三年多过去 舆论却完全变了 曾经的心疼和惋惜都变成了现在的谩骂和不理解 福元爱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是他一手铸就的 成为一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需要20年的时间 但是毁掉自己构建的高楼 往往只要一念之间 2021年 福元爱和江洪杰的离婚风波 闹得沸沸扬扬扬的时候 日媒就用福元爱已经失去所有 为提报道福元爱的状况 离开江洪杰 本不至于让福元爱一无所有 按照大女主的剧本 她依然可以续写自己的灿烂人生 只可惜在风口浪尖上 福元爱却鬼迷心窍 和一名男子同回酒店 还一起过夜 从而引发婚内出轨传闻 福元爱和江洪杰在2015年正式恋爱 2016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福元爱为江洪杰生了一女一子 孩子的诞生 让福元爱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家庭上 也让她早早地便从体坛退役 福元爱在2018年退役后 又与童年携手丈夫 参加节目幸福三重奏 在该节目中 福元爱和江洪杰可谓是亲亲达人 两人不仅致力于每天倾购一百下 还相约一起活到一百岁 按理说 节目中的福元爱和江洪杰 相处得如此甜蜜 节目外两人的真实相处 也应该不差 但谁能想到 日本媒体用多篇文章 揭掉了福元爱和江洪杰 甜蜜的遮羞布 据周刊文春等日媒报道 江洪杰自从娶回福元爱后 便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婚前江洪杰很宠福元爱 她得知福元爱喜欢喝珍珠奶茶后 便把台湾所有品牌的珍珠奶茶都买给福元爱喝 但婚后江洪杰时常吐槽妻子 福元爱怀孕时害喜严重 有时一天会吐上妻次 江洪杰见了后便对妻子道 你继续吐的话 孩子就该没营养了 等到福元爱不吐了 能吃东西了 江洪杰又吐槽妻子 你能不能别吃了呀 越吃越胖了 江洪杰不仅吐槽福元爱 还经常侮辱她 福元爱和自己最尊敬的摄影大师 小山尽兴合影 江洪杰会生气地对福元爱说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和拍裸体照的人拍照 我也要去找女人劈腿 福元爱看病时向牙医张了一下嘴 江洪杰直接辱骂福元爱 你张着嘴是要勾引谁 你个婊子 在日媒的报道中 江洪杰对福元爱不好 她的亲人对福元爱也很过分 江洪杰的姐姐为了热度 常在社交平台上曝光福元爱隐私 就算福元爱多次表达了不喜 她也死不悔改 甚至她反过来打电话大骂福元爱 都是你的错 让家里气氛变差了 江洪杰的妈妈更是把福元爱当成商品 用晦下蛋的金母鸡来形容福元爱 江洪杰和她的家人被日媒这样揭露真面目 当然也没有放过福元爱 2021年3月 有日媒报道称 福元爱和一名男子同宿酒店 疑似婚内出轨 该消息已经报道 引发舆论热议 面对舆论 福元爱站出来道歉 并且表示自己并没有出轨 对方只是自己的好朋友 住酒店开了两间房 与此同时 有网友爆料称 福元爱已于1月向江洪杰提出协议离婚 面对离婚传言 江洪杰进行了否认 打脸的是否认离婚四个月后 江洪杰和福元爱就官宣了离婚的消息 与江洪杰离婚后 在当年年底 福元爱被派到和新男友约会 而这名新男友就是之前 日媒报道的和福元爱同住一家酒店的男子 对于此 福元爱的一位朋友透露 在福元爱7月离婚后 这名男子在11月也离婚了 男子离婚时 两人并没有开始交往 是后来经过认真的考虑 交谈 两人才决定在一起 不过这边福元爱刚被拍到和新男友约会 那边新男友的前妻又出来指责福元爱 知三当三 表示自己和丈夫离婚的原因就是福元爱 同时福元爱还被南方前妻起诉 要求福元爱赔偿1100万日元 前妻还透露福元爱和南方交往的时候 她还没有离婚 并且在离婚前一个月给南方写情书 对于此 福元爱直接找律师 起诉男友前妻涉嫌敲诈和恐吓 至此福元爱到底有没有婚内出轨 成了罗生门 真假难辨 但不可否认的是 因为被移婚内出轨 福元爱深陷争议之中 口碑跌落 福元爱从此步履为奸 不管做什么 都得面临媒体和舆论的批评 比如福元爱的母亲从台湾回日本 福元爱没有去接机 而江洪杰将福元爱的母亲送到机场的画面 看起来温馨又体贴 强烈的对比让福元爱的人品再次遭受质疑 比如带孩子回日本和男友一起住 也被认为不尽责 从小就备受宠爱的福元爱 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摧毁之后 会面临什么 福元爱作为日本从小关注到大的公众人物 他成为乒乓球运动员的过程 更是激励了一代日本人 于是福元爱被作为励志代表 写入了教科书 东窗时发后 日学学生家长向教育局要求 将福元爱的故事从教科书删除 不仅如此 福元爱本来是东京奥运会的解说员 主办方不宽舆论压力 只能叫停福元爱的工作 在父权文化浓烈的日本 福元爱的种种行为 已经让他沦为过街老鼠 有周刊找来一千名家庭主妇 进行票选 形象反差强烈的艺人 福元爱的票数是最高的 和江洪杰离婚之后 他把生活和事业的重心 都转向了日本 在这种大环境下 他想要继续落筋 根本不可能 没有曝光度 没有良好的形象 福元爱只能吃老本 在这之前 福元爱就算退役了 也能靠代言赚得盆满钵满 尤其是在2018年 在内地参加完 幸福三丛咒的录制后 他的人气暴增 吸引了不少金主爸爸 从护肤品到奶粉到运动品牌 纷纷敲开了福元爱的门 可是从离婚和出轨风波后 福元爱基本没有好的代言资源了 为了赚钱 他不得不推广整形博主和洗脸金 这类的推广非常低端 就和微商产品差不多 现在的福元爱仍然没有放弃 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动态 他也想巩固自己的中国市场 很可惜他现在的平台数据 连一个网红都不如 只有他的死忠粉还在守着他 至于其他路人员早就败光了 时至今日 很多人用恋爱脑来形容福元爱 其实福元爱不只是恋爱脑 而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性 认为服务家庭才是女性最高的价值 这种思想得益于福元爱的母亲 福元千代 福元千代在乒乓球上 对福元爱非常严格 福元爱从五岁开始 就拼命练习乒乓球 不仅如此 福元千代还严格要求福元爱 学习料理家中事务 也就是说 福元千代对福元爱有两种期许 一个是成为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一个是成为贤妻良母 但是对福元爱来说 比世界冠军更重要的是一个圆满的家庭 翻看福元爱对婚姻的记录 她的姿态是弱势和讨好的 江洪杰为她做的一点点事情 她都可以非常感动 江洪杰的一句认可 她都当成是功勋 表面上看 在这段婚姻里 福元爱是付出更多的一方 但是付出的前台词是 我希望得到同等的回报 而事实是 江洪杰做不到福元爱那样 全方位的迎合和付出 一路走来 福元千代把福元爱保护得太好了 人性的黑暗 舆论的力量 这一切都是福元爱 认知里欠缺的部分 正是缺少大局观和危机感 让她一步错步步错 福元千代老了 病痛缠身 她已经没有能力 再为福元爱挡风遮雨了 处在温室里的福元爱 接受风雨吹打后 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或许经历完这一切 福元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